听专家解读美国升学方案 看美国学习生活点滴 原美国名校梦想 本节目由美国文美教育集团冠名播出 在这个节目当中 你将会了解到最新最权威的教育资讯 还有升学建议 直播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会开放我们的评论区 无论您是留学生还是家长 都有任何的美国升学教育问题 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们的嘉宾会尽量多的在现场解答大家的问题 今天在我线上的依然是 文美集团南加州的咨询总监万博士 万博士好 主持人好 华人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祝大家幸福快乐 好的 那么下面我们请万博士进入我们今天的 文美快问快答的环境 还是在最后 请万博士来给我们的这些家长们 或同学们来互动一下 这位网友的问题是说 他说请问万博士 我家孩子就是您说的很听话 但是呢就是说没有动力 就是说这个是听话的孩子 但是呢没有动力 必须要这个推着走才会走的那一种 还要推着才会走的那一种 所以想请问万博士 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给我们这位家长 好 我觉得咱们家长要学会知足 为什么就是知足呢 能听话 我觉得就要竖大拇指了 对 真的 现在孩子听话真的 也很重要 对对对 听话很重要 其实我专门研究过 我有一种感慨 我就发现 如果这个孩子呢 他在中学阶段 青春期的反应比较激烈的话 就跟家长或者整个关系 甚至对学习比较排斥的话 往往结果其实并不是很理想 往往结果不是理想 那些个青春期来的比较早 去的比较快的 或者说是这些个 相对来说就像这位家长 很听话的 其实我觉得就已经很棒了 其实之前我有一个 自己的一个小理论 我说听话 只要他听话 不用优秀 不用脱颖而出 进前50的大学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通过咱们 对话 让他该干什么干什么 就可以了 是吧 对 所以听话其实已经很重要了 听话能很重要了 那么确实是 那么听话 那往往还会打游戏 为什么 他的时间排不满 他的时间排不满的话 就会出现这种 打游戏的情况 有的时候你说 他很喜欢打游戏 也不一定 但是他真的不知道干嘛 是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给他安排的事情比较少 是吧 他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往往 这个 一方面的话 就是说他的时间就浪费掉了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怎么激发 就是家长 回答家长这个问题 那除了给他多安排一些事情 安排一些事情 他如果能听话 那我觉得就很棒了 那如果咱们给他 在安排事情的过程中 能够找到他的兴趣点 是吧 也会非常有帮助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我本来有一个学生 他参加了这个一个 这个加州的 叫CowState的一个 下校的一个项目 那这个项目的话呢 参加完了之后 他对这个UCLA 他就喜欢上了 他就把他 他本来其实漫无目的地学习 无所谓 但是他跟那边的 我也不知道是受刺激了 还是怎么样了之后 反正就是 也交了一些朋友 然后对这个学校的教授 一下就感觉就 他这扇窗户就打开了一样 然后他就说 我一定要考UCLA 他整个人的状态就不一样了 是吧 所以呢 其实有的时候呢 让孩子走出去 让他参加一些外边的世界的 外边的一些活动 是吧 往往有的时候 也容易激发出他的灵感 就好比是说 一个男孩子遇到了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 是不是 然后 他为了想得到 想成为他的男朋友 是吧 他要付出很多各种各样的努力 是不是 所以有的时候呢 咱们也要是让他走到外边的世界去 让他包括一些下校参访啊 各方面的一些活动啊 是吧 都是有助于激发孩子的这种 学习的热情 或者说给他找到一些内在的动力 包括在这个过程中 之前我也聊过 我说 这个 在这个过程中 有的时候呢 一方面是听话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有的时候 他们也有一定的为难情绪 为难情绪在于说是 他们确实是挑战比较大 尤其是刚来美国 年头比较少的这些孩子 英语基础不够的 你更是要给他多一些辅助性的东西 是吧 在整个过程中 在作业啊 在个程中要 很明确 是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说 你包括补习这件事也是 我刚才就说了 华人你不要总是说 去参加一些什么班班班 各种班 你去参加 我数学不好 我去参加一个数学班 能解决问题吗 解决不了 为什么 因为解决不了你现在成绩的问题 那你去参加这个班 这个班又是另起炉灶 又讲一遍 和孩子现在这道数学题不会做 他解决不了这么现实的问题 是吧 所以呢 就是说你怎么着给他辅导 让他把今天的作业 确保都做对了 交上去了 这个过程很重要 而不是简单的说啊 我去啊 孩子不好 报班吧 花钱该花花 是吧 你得会花这些钱 是吧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一个是引导 另外呢 是让他参加一些个 能够刺激他 然后让他感兴趣的一些项目 是吧 激发他内在的动力 那如果他又听话了 又内在动力又出来了 那咱们的目标前二是同校 是不是 嗯 没错 就是像刚才万博士说 拥有一个听话的孩子 就已经是很好了 这个怎么样来 这个在这个基础上 可能就是更容易的来帮助他 进入到这个更理想的一个大学 所以这个这位家长 要找一些万博士 来这个聊一下 说不定万博士 跟你的孩子聊完之后 他就会有豁然开朗 这样的一种感觉 好 然后 这边我们有个网友的提问 我先来问一下 这个万博士 他说除了比赛得奖 有没有其他建议 可以展现学术成就 万博士 有没有建议 学术成就的话呢 好的 首先你上的荣誉课 AP课 这算比普通课高的 这算学术成就 是吧 比赛的话呢 AMC啊 什么各种竞赛 这算学术成就 是吧 包括我们 我给我的学生推荐的一些个 科研的一些项目 科研的一些项目 调查研究的 研究的 甚至你可以发表论文的 一些项目 这些都算 包括还有一些 这个 跟学术相关的 其实是非常广义的 就不仅仅是 你自己在中学学的那点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种科研调查研究的 这种项目 包括还有一些个 你和实地的一些个 出一些报告啊 甚至说是这个 你看我们现在 在合作的一个项目是干什么呢 去像在马来西亚 在非洲 还有在这个中国大陆都有啊 那么帮助 帮助一些个贫困的一些个 组织什么 怎么结合网络教育啊 怎么给他们设计一些个 课程啊 什么之类的 这些项目啊 就是说 那这里边的话呢 既体现了你的这个 学术方面的一些东西 还能体现出你的一定的领导力 社会参与度啊 其实这种项目还是很多的啊 欢迎家长可以跟我们这边来咨询 对 赶快这个扫描这个 万博士左下角的这个二维码啊 这个找客服 然后来咨询相关的这个问题啊 万博士肯定会给给给你 这个最量身定做的一些意见啊 这个我们说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每一个这个孩子的规划 他都是不一样 好 我来问下面有一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其实啊 我们之前应该也聊到过啊 但是你现在也有网友问了 他说这个考大学真的那么重要吗 他说进社区大学可以吗 万博士 您的意见 社区大学当然可以 是吧 所以 社区大学也是 我说 我说的直接点 当然有些人这个话 可能觉得有点不太好听啊 但是我觉得就是给了你 一个第二次机会啊 认为 社区大学是第二次机会 那么 因为社区大学呢 你可以从社区大学 然后进去 然后再转学 对 还是有这么一个过程的 那么是有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社区大学是很好的一条路 但是我更崇尚有一个完整的四年的规划 会更完整 那么我从哪个角度来讲呢 我从这个 你的圈子的角度上来讲 什么叫从圈子的角度上来讲呢 对于进社区大学的话呢 当然你为了你的学术理想 你去努力奋斗 这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有机会 你先进到一个 名牌大学 或者说是你努力 先这个直接进入到名牌大学 给你的这种效果会更好 当然我想这位网友的提问 应该是说 是吧 就是我只上社区大学 或者说来对比上名牌大学 应该 他的问题应该是说 名牌大学和非名牌大学的区别是什么 是吧 从这一点上来说的话呢 我就举个例子 你分析这些个知名人物 这些知名人物 所以哪个人知名人物 都是名牌大学的 所以名牌大学 不在于说是你上名牌大学本身 而且我的态度是说 而在于说是对于你人生来讲 你人生中你能不能脱颖而出的问题 应该这是你一个人生 努力奋斗的一个点 这个奋斗的点就是 无论做任何日情 你都希望成为那个领头羊 而不是说我故意怎么样 我故意不上名牌大学 是不是 那么当然名牌大学 他给你付了很多能量 是吧 那么你进了名牌大学的圈子 和进了普通大学的圈子 是不一样的 那么之后对于你人生 对于你职业的辅导 都是不一样的 是吧 那么你上了名牌大学了 当然咱们知道 美国是有捐献能进名校的 是吧那王子啊 贵族啊 是吧 有钱人呢 是吧 那你是考进去的 你考进去了 你以后 同学要创业了 说拿出几千万 我要创个什么公司 那时候想起来 小万那时候学习好啊 是吧 算了 你进来给我当CFO 给我当会计 对 我给你个干股吧 给你1%的股份 那你说这大学给你付的能量有多大 是不是 那你说学习好是有帮助的 那你说你在社区大学 是吧 社区大学当然也可以创业 我就举个例子 我说这个Facebook Facebook这个扎克伯格 他创建这个脸书的时候 他从哈佛大学创建 我在想 那只有他是第一个想这样翻案的人吗 是吧 对 那是不是咱们Cow State的 或者说某一个New York State的学生 也想过干这事呢 是吧 但是他容不了资啊 没人信他呀 他更信哈佛呀 投资人说了 其实那时候都是一个纸上谈兵 就是一个business plan 然后就要拿钱了 有了钱我才能组织这个网络吗 我到底是信你哈佛的 我还是信你New York State的 当然我没有从道德层面 或者从其他层面来审查这个问题 我就单纯从说 对你能力的考察 一般人逻辑上他认为 你考上哈佛大学了 起码你的学习能力可能会更强一些 行我投你 是不是 所以就是说一个学校 对于你一个人生上内在的 后边的很多东西的加分上 给你复能上 还是起到很重要很重要的作用 从这一点上来说 我还是非常鼓励大家 尽最大努力 跑到你人生的一个学校 这不仅仅是你考大学的问题 而是你一个人生奋斗的问题 你以后在各种事情的时候 那么你能不能生活的更好的问题 所以我是建议 包括也不是说进社区大学是吧 社区大学是一条路 那么我进普通大学 我也可以通过转学 再去到更好的学校去 对 所以这个方法总比困难多 大家一定要相信方法总比困难多 而且一定要行动 要实现 而不是一个理论派 这是我一直跟我的学生在贯彻的一些理念 想到了就去做 在做的过程中不断的调整 那么你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没错 我觉得这个 其实就是万牧师刚才说的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其实名牌大学 就是说他给予你的这个资源不一样 我记得这个之前有一篇这个报道 也是曾经说过 就是对于一个在 就是说你别看这个名牌大学 他有七八万的这样的一个学费 但是他真正可能赋予你的 可能都是十几万的 这个将天二十万的这样的一个资源 我们知道在现在这个社会资源是无价的 就像刚才万博士说 人脉也是无价的 所以这个就是价值所在 所以大家这个一定要这个看清楚 希望我们的家长们也能够看清楚 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下面一个问题 我来问一下万博士 这个其实这个话题我们也讲过 就是关于这个义工的 就是这个 我说疫情看不到头 转眼又是一年 他说请问万博士 网络上做的义工真的有用吗 和真实的义工有区别吗 他说我还是更喜欢现场做义工 我觉得这个我们之前也分享过 请万博士再来给我们讲一下 到底在这个选择的上面 您的意见是什么 好的 我完全同意这个家长的说法 如果你有实际可以去做的义工 我建议你可以去做实际的义工 没有问题 那么网络义工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在我看来其实义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那么都是向爱心的 包括我美集团也是这个 美国总统义工奖的这个授权的这种 可以认证的这种机构 包括你网络技工的小时数 你在我们这边都可以认证 所以我认为义工这个东西 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 所以这个但是呢 从实际的效果 比如说孩子的参与度 真正学到东西的这个角度来说 确实是实际的这种义工 这种二维的和三维的 它肯定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是吧 一种立体的有声的一种展现 这一点我是完全同意的 但是在疫情看不到头的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你倒是 这不是实际义工和网络义工的对比 而是有义工和没义工的对比 是吧 所以从这点的角度上来说 我觉得网络义工完全可以 和这个申请添写的效果 我觉得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而且在天大学申请表的时候 也没有把网络义工和实际义工区别来添写 而且甚至他都没有问你 这种义工是通过什么形式来实现的 你到底是通过网上给人读报 还是实际去读报了 是吧 那这个他并没有特别苛责这个事情 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能做多少做多少 能做尽量做 是的 好我们这边有 还是这位网友的一个提问 我来问一下万博士 他说刚才您讲到了这个AP之类的 这种学术成就的那位 他说如果12年级前没有时间选很多的AP 是应该考虑尽量11年级参加AP考试呢 还是12年级上这些AP也可以 12年级的AP课也可以 也算在里边了 也算在里边了 因为这个你在天大学申请表的时候呢 是9011年级是三年的成绩单 你要交上去 12年级的课你要报上去的 但是12年级的有一个问题 就是12年级你 他只能看到你学什么课 看不到你成绩 之前我也跟大家讲过一些小技巧 是吧 你学AP比较难的课 你又没什么可选的话 你就把难的课放在12年级 是吧 起码让人知道你学了 但是你还不用报成绩 是吧 对 这就是小技巧了 没错 这个所以就说尽量也是 其实如果要成AP成绩的话 尽量还是11年级把它做完 对不对 对 你或者说参加一下AP的考试 是吧 也是非常好的 他还有一个 他说 这位 我不知道是家长还是同学 主要应该是家长 他说有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算一个有效的课外活动吗 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太广 我可能没办法回答 是吧 那么就是说你YouTube channel 干了什么 然后你 对 什么内容 什么内容 对没错 所以这个建议大家还是 建议这位家长 如果是在的话 赶快撕描我们的二维码来问一下 这个万博士 万博士也会亲自来给你的一个解答 好 我们还是来继续问 我看很时间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再来问万博士一个问题 就是这位网友问 他说这个 请问除了给孩子做规划 还需要做些什么 除了做规划 还需要做什么 除了做规划 所以就是把我们 把我们的所有事情交给规划就可以了 对 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问得我有点懵 是 我想 我想应该意思是说这个 规划 我觉得应该是要细节吧 因为我们就是做规划的是吧 那么应该就是规划和执行 还有最后临门一脚 这三件事情吧 规划好 还要有执行力 是吧 因为这个你不可能规划了什么都没做 然后呢 还有就是你也执行了 你也规划了 最后你以个什么样的方式展现在大学招生官面前 这个可能有的时候比规划还要重要 最后临门一脚 是吧 因为你你做了半天 结果我就是我经常举例子嘛 我说你明明是十分 然后你最后临门一脚展现的时候展现个五六分 还是完了 是吧 所以那之前咱们有一期节目说 优秀的孩子 学习成绩很棒的孩子 各方面都厉害的孩子 要不要请一个机构来帮你规划一下 甚至帮你申请包装一下 是吧 答案当然是一定需要的 因为整个申请 它不仅仅是考察孩子的智商 更是一个情商的考察 是一个全面的考察 是一个综合能力的考察 我经常说你这表会不会天 表偏不偏的漂亮 往往也是你能力的一种展现 没错 这个展示这部分哈 我觉得我非常认同万博士的说法 就是很多人明明自己很优秀 但是这个展示出来的好像就就就是不行 或者是说而且这个问题 对而且这个问题我发现是越优秀的孩子越有这个毛病 那是我们因为华人的这个学生可能比较内敛 对不对 有关系 有关系 这个很优秀了 各方面都很棒了 我问他你 你这个你有什么领导力啊 我也没有什么领导力啊 老师我这有个俱乐部 我是主席 只有50个人算了 这是凡尔赛题 这是凡尔赛题 所以我跟你讲 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太内敛了 这个他表现不出来 是吧就是说他有他 所以说人都是这样 他这样的性格成就了他 有的时候也会对他有所遗憾 就是这样 每个人的性格都是这样 有成就他的地方 也有遗憾他的地方 成就他的地方是让他 取得了他智商很高 他能怎么样 但另外一方面 往往他也有不足的地方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规划的重要性 就是这位网友问到 就规划能做些什么 做的就是 我觉得刚才发布说已经讲的很好了 除了规划本身 然后达到了一个效果 最终最终的是呈现这个效果 可能你需要这个专业的人士 来帮你做一个包装 就像是吧 不说一直之前跟我们举的例子 我们去面试 我们到底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 这个才让面试官觉得你 这个可靠啊 对吧 值得信任啊 对不对 这个是化个浓妆啊 还是化个淡妆 我觉得这是很显浅的例子 那么规划为大家做到的 可能就是最终呈现给面试官的 就是一个他很喜欢的你 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也是我们最终想达到的目的吧 就是说也希望也通过 这个这样的一个规划的这个动作 来帮助我们的同学们和家长 相信这也是万博士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啊 所以好 那么这个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感谢万博士 来跟我们分享 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包括如何脱颖而出 其实还是那句话 就是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 你们需要专业的人来做一些 给他们做一些调整也好 或者是给他们做一些引导也好 我们都是非常的推荐文美集团 那么他们是美国非常著名的 华人的教育咨询辅导机构 全美都有12家的办公室 为华人提供教育的服务 他们同时也提供美高学业的规划服务 大学申请的规划 SAT ACT的标划 这个考试的培训 可以到12年级的私校申请 还有课后的补习 那么呢 文美集团同时也是美国总统义工奖 官方的认证机构 UC加大官方合作机构 还有这个众多美国前50名名牌大学的 官方合作项目呢 都是他们的这个都在他们这里 那么也希望大家这个扫码 或者是直接来搜索 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 及时来了解最新最全的 美国升学资讯 那么如果是想跟这个文美客服 来互动的话呢 请在我们屏幕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 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 微信号文美集团的全评 来这个加入他们 那么文美的咨询热线是 1-888-789-0942 好的 那么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万博士 和我们的分享 这个有任何的问题 还可以留言给我们 今天辛苦万博士 谢谢万博士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祝大家牛年大吉 万事如意 对 这个要升学的同学们 都能顺利的进入自己的 这个 这个心仪的大学 我们的这个美国升学资通车 是在每个月第二周的 周三每期时间的五点到六点 我们每一期都会和您不见不散 感谢今天的收看 下期见 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